那么这个数据啊被steady修饰以后 它有什么好处呢大家 注意往这看 这些数据是不是 这些数据就这个数据啊 是不是被所谓所共享了呀 那么大家你认为是他先有还是对象先有啊 是不是他先有啊 老师为啥呀 你不是被所谓所共享吗 你共享的是现在 然后对象再过来取 是这意思吧 然后你说哎 这个这个数据这个对象都在了 这样吧 对吧 你没有数据吗 没有啊 干净弄一下 完了吧 对象都有了吗 那还没有数据呢 那怎么就要用啊 OK的 所以大家记住了 他会在什么 是不是对象之前出现 听懂了吗 在对象之前出现 OK 那么大家 如果他出现在对象之前 对象还没有出现呢 你这些数据是不是可以用 是可以用 是可以用的 那被谁用呢 没有对象被谁用呢 对吧 大家 这个数据是对象类里边了 那是不是类要先在 类在了以后他就在了 他在了以后他对象才在 听懂了吗 所以他在说吧 有可能没有对象 但是一定有谁 有类吧 好了 大家 被静态修的数据 不仅可以被对象使用 他还多了一种调用方式 就是可以被类名调用 大家往这看 我把这些运行一下 编译 运行 大家发现 我加静态以后 是不是也一样能运行 就说明他是可以被对象使用的 可以被对象使用的 就在这什么 方法要能访问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另外一个就是 什么呢 这个country呀 他可以直接被 类名访问 叫做这么做 这都去掉 直接在这来一个叫做 person.country 这能看怎么办 直接用类名来调用 而怎么样 而不用对象 那么让我问一下 我用对象这样行不行 批一点看水 可以吧 这是可以的大家 那一边一运行 呵 过来一个斜线 是不是都OK啊 OK 大家 到这呢 就把那静态的一些小特点呢 做了一个演示 大家发现 被静态修的爽不爽 爽吧 肯定爽嘛 为什么 是不是多了一种调用方式 对的 第二个 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创业对象 就能去调立成远拉 对的大家 一般的哥们 许到这就感觉什么样啊 老师 那要废话吗 以后就全静态嘛 为啥呀 类名这叫用嘛 我干嘛呀 谁对象 还有用 多麻烦呀 是吧 OK 那你这么想啊 是有道理的 但是 我们还要把这区分一下 大家往这看 内幕 如果像你这么说 它也变成静态的 怎么样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多个对象 在共享一个内幕 是的 那么如果一个对象 给这人 给这内幕 体名的叫小强 是不是意味着 所有对象都叫小强 我说的没错吧 为什么 因为是数据的共享嘛 我们说说吧 这个CN 是被大家所共享 因为当中中国人吧 是不是都共享CN呢 如果你把这个内幕 也给他怎么样 也给他弄出来的话 大家 就内幕叫小强 那么是不是 所有的都叫小强 没错了吧 那不舒适了吗 能利用非个问题了吧 哎 所以大家记住了一点 不行啊 那就说明啊 有些数据是 共享的 共享 有些数据是 特有的 需要被对象 封装的内部 能利用吧 就为了说清这个事 大家让我举一例子吧 好吧 传制播客是吧 为了方便为大家的学习 给大家呢 是吧 每人配备了一个桌子 有没有 啊 那个 就像什么人的 你说 传制播客 说徐远曼都得用电脑学习 为什么 咱学习讲语言吧 是吧 那每人都可以配个电脑 是不是这样啊 是的 然后是说 大家都用一个电脑 那干脆怎么样 那就一个不就够了吗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一个就够了吗 在那放个电脑 大家都能用 偷了吧 出费了呀 反正就这意思吗 是吧 大家再去更猛的好吧 大家是不是都要喝水啊 是吧 传制播客说 学员们 你们旁边每人都配合一水机 为什么呀 喝水方便吗 然后他说老师 那我一上课随便接水吧 接什么接一天 啊 插完管子放嘴里 对吧 事就解决了 对吧 小孩就喝嘛 听懂了吧 可以不 看这图 每个必项里 都放个开水 可以不 可以吗 他怎么样 浪费不淹吗 是不是啊 那我这放了一垒机 每个人都放了一台 哦不 哦啊 我只要教室苏大 可不可以呀 完全可以呀 可是大家 如果把这些银垒机 都放了的话 咱们班还能坐这么多人吗 坐不下了吧 那可不不 都光放一水机了吗 是吧 哎 OK了 所以这不合适吗 是吧 那怎么办呀 那咱们大家就 购用一台银垒机 是可以呀 哎 就完事了吧 就欧了 说老师 那就那就共享呗 对啊 共享呗 所有银垒机什么样啊 就是此台银垫的吗 对不对啊 然后说老师 那光用银垒机不行啊 那你想怎么办 那你得有个杯子 你把水接着喝啊 对吧 行啊 咱放个杯子 银垒机放个杯子就行了 啊 那么大家 是不是谁喝水 谁倒是拿这杯子接水喝呀 是呀 可以吗 对吧 这可以吗 可以吗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一个人们感冒了 这人们喝完以后 我们全家喝去了 全家都感冒了吧 那这样的话 我就团队了 勇奈同当吧 哈哈 大家 这都不合适 这个 都OK的 然后有的跟他说 老师 不要就共用一个杯子 为啥呀 那不成了 啥了吗 对不对 你懂吗 不懂啊 整整我叫我来冷 是这样吗 就是变相的 就接什么东西 是这样吗 这个不懂算了 好吧 然后老师 那时候 我要不 我还是自己准备一杯子 你是不是会这么想了 对了吧 那每个人拿杯子去 直接接水 大家发现没有 饮水机 是不是共性的 什么是特性的 杯子嘛 这对了吧 这就完了吗 这意思 进入老家 OK 那么这件事 人家给大家说完了 大家就是知道什么呀 你们没来的时候 这些水机 是不是已经在了 对不对 因为方便大家都要访问 是这样的 然后你看 你们没来的时候 杯子已经在了 对嘛 杯子特有的呀 所以是不是你们来的时候 你们带着杯子来的呀 就这意思 明白吧 我们就可以说什么呀 我们就可以说 银水机随着教室建立的出现而出现 有没有 随着教室的消失 它就没了 它教室的没了 它才在呢 可能那个 是这样吧 而杯子怎么样 杯子是不是随着你们对象的出现而出现呀 那你走了 你要转班了 对吧 是不是随着你的消失而消失了 就这意思 那把这一说完 大家呢 慢慢有点感触了 我跟你讲 静态的特点就全都体现出来了 来 我们一起写一写 死胎提供的特点 第一个是什么呢 对 死胎提供的什么 死胎提供是一个 是一个 修饰服 用于修饰 用于修饰成员 成员是包含成员灭量成员海数啊 是的 两个都能修饰啊 第一个 第二个 被死胎提供修饰的成员 成员 成员 等会儿大家 不好意思 这杯子吧 不再合适 往这儿去 死胎提供修什么叫 对 所有的对象 说什么玩意儿啊 共享 第三个大家 开始吧 死胎提供 然后呢 这个 进来 进来啥呢 进来啥呢 死胎提供 优先于对象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 死胎提供的成员 大家知道 银水基 是不是随着教室的出现就已经出现了呀 你们是后来的呀 就这个意思啊 因为 胎提供的成员怎么样啊 它是随着 累的加载 就已经怎么样 就已经存在了 这件事情懂了吧 而累加载的时候一定有对象吗 不一定吧 懂得家 是这个意思 那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什么呀 既然死胎提供在的时候 还没有对象呢 是不是只有累啊 那么这个数据想备用的话 只能用谁来调用 累来调用 所以说 死胎提供 修饰的成员 可以直接备 不不 多了一种调用方式 注意 对象也可以用 累也可以用 原来 死胎提供多了一种方式 就是可以直接备什么 直接备 类名所调用 那 所调用 那 它的调用格式就是 小总 类名点 静态成员 睡得懂了吧 OK 第五个 那 静态 静态 修饰的数据 是什么 是共享数据 那 对象中 存储的是什么 是 特有数据 特有数据 就把这 静态的特点说完了 那么大家会 会犹豫一下说 老师刚才不是说 有两种方式吗 那岂不是现在很好吗 是吧 其实我跟你讲啊 静态这种东西 既有好处又怎么样啊 还有弊端的东西是吧 都是有的 那 所以一会儿把总结一下 这个东西 大家别忘了哈 类名调用的话 是非常好的一种 调用方式 简化了 对吧 但是呢 后期我们更多 还是用谁啊 是不是什么对象啊 对 还是用对象多一些 因为毕竟啊 我们在操作对象 特有数据的情况 是不是较多呀 对吧 你不可能说 什么都共性的吧 是吧 那都共性的 还要对象吗 还要对象吗 是啊 就不用对象了 懂吧 你有没有觉得说 面向对象语言 没有对象了 是不是一件特恐怖的事 听懂了吧 您什么呀 面向对象语言 那对象呢 不需要啊 您什么语言 没有对象了 你面向啥东西 挂了 多了 所以大家这不再弄了 我们只是把数据 单独分了一下 叫做 如果对象里边 存的数据都是相同的 我们没有必要 挨个对象都存一份 吃到家 吃不到什么钱呀 对吗 所以怎么办 单独版的定义出来 是不是有这些 都要共享就完事了呀 这个不就简单多了吗 这要对内存的节约吗 对吧 偷吧 偷的 但是你不能什么都 定一层静态的 是吧 因为对象里边 封了一些自己的数据 OK 相关于 对象里边 不是 我会有什么都